先不管这火锅 您看这两盘酸菜 您觉得能追多少钱 这一盘摸鱼 这谁说摸鱼饱腹感情来着 这么一盘吃完了还是饿 16种酥菜算品 都是不限量自取 超多的火锅底料 可以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 这满满一锅 这满满一冰柜的冰淇淋 真想全给吃了 Hello大家好 我成飞 今天咱们来吃一个鱼火锅 菜尖店是叫做辛辣豆 咱来尝一尝 选的是巴沙鱼 因为它没有刺 还有缩边鱼 安康鱼等等 熟悉我的观众们都知道 我平常是最喜欢吃麻酱的 因为现在色素时期 今天我都没有吃麻酱 随便配了个酱 有点咸了 不过也还可以 这料应该一会儿酸菜还可以 先捞出来的 要不然这太烫了 一锅鱼大约是一斤的量 这边光线就好多了 大鲨鱼块 先把菜煮上 连这摩鱼都有 据说是减肥神气 热量低 饱腹感强 前两天北京沙尘暴 咱吃点木耳 清清肺 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吃到肚子里都能够清肺 这番茄锅跟巴沙鱼真是绝配 他们家这个巴沙鱼锅是98块钱 缩鱼锅是106块钱 然后小料8块钱一味 蔬菜是15块钱一味 不点蔬菜 他也不会收这个钱 而且吧 这里还有免费的冰激凌 不过由于现在是特殊时期啊 这个冰激凌不能吃太多 咱就吃一个解解馋就行了 这冰激凌是只要你到店消费 它就是免费的 免费不鲜亮 这冰激凌好Q彈耶 服务员小姐姐还会及时帮忙捞墨 除了这个鱼火锅和刚才提到不限量的蔬菜 他们家这个蒜品里头正常的火锅蒜品 该有的也全都有 什么牛羊肉啊 毛肚黄猴啊 什么的小酥肉等等啊 您有需要的可以按照个人需求去点餐 还是喜欢吃麻酱 尝尝这玉米 好像没煮到百分百熟啊 这粒还有点硬 又有一片鱼 今天是腐竹自由和摩鱼自由了 我发现你搭鱼的火锅 我真的给你炒了 这火锅真是一个饱饭火锅啊 又发现一块鱼肉 这回应该捞干净了 一通讯火锅店 狂可自尊海带 把老板都吓傻了 不知道您感觉这家店怎么样啊 反正这家店 如果两个人来的话 按我这么吃 那总共也就是140铺头 您再点一个 点这么一两盆肉 反正也就是能达到 人均八九十的样子 其他食材都挺好的 但这玉米刚才我以为是没煮熟 这两个煮了很长时间 结果它现在还是挺硬的 不甜也不糯 这一盘摩鱼 这一盘摩鱼 都吃到最后了 又捞到两个 大家在吃的时候 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去捞 说不定就有惊喜 全都吃干净了 没有浪费 那么好的 咱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希望我的视频 可以给您大家好的胃口 咱们下期再见